哈囉大家好我是MHO 今天終於 關抄文又來了 太久沒來了 沒錯 想必大家應該很想念關抄文 對 我們是不是到關抄 那今天關抄文來瘋女人聊天說要幹嘛呢 因為我們前兩天就是剛好聊到說 因為我們最近關抄文離職了 對對對 所以它開始就是接大量的演配 然後我們就發現說 我們在接演配的過程當中 我們遇到超多超瞎的場所 很特別的經歷 想說要來跟大家分享 我們收過哪些荒謬的心 第一個我先講 就是套在廣邀 有時候歡迎你加入我們的網紅頻道 可以幫你分潤 給你填完這個完整的錶單 給它填到你家的出生年月日 性命病值 它說那你可以加入他們的接案的單位 它才有可能幫你接案 也不是保證有案子 然後它就說那這種分潤的話 你可能可以例如說 我會給你一杯 抽籤嗎 可能就是一個折價券 或者是一個飲料 然後我就想說天哪 真的是不用吃一個 那你有填過嗎 沒有 那你怎麼回那些事就不回 我就沒回 我最主要是它主旨沒有寫給你的 它就是看就是廣發 那我就當作你廣發 可是說到廣發這件事情 真的是鬧出非常多的笑話 因為你知道其實有一些 廠商們就是一口氣想要邀 可能10個網紅 對 或是巡假 對 它可能不只是想跟你合作 它可能跟很多人合作 那有些比較懶惰的人呢 它就會同一封信 然後可能寄給10個網紅 對 然後有的好一點 它會密件副本 對 那有的就是 透明化 直接透明化 加副本領 它上面寄給所有網紅 黃娜娜大師 關少文 對 周明軒 你都看得到 對 然後我跟你說 真的有一次 有一個廠商 它真的寄密件副本來 嗯 然後我們就不知道嘛 那通常我們按回覆 我們一定按全部回覆 對 因為我們可能認為 你CC的人是你的長官啊 主管 同事 他們聽的人 對 所以我們都一定會 養成習慣 就是按全部回覆 所以我們就會回覆 但好險我們那一次回覆 就是沒有報價 我們這次經紀人 就只有回說 我們那天沒有檔期 這樣 謝謝邀請這樣 結果你猜誰回信了 誰 蔡哥 我們經紀人叫QQ 他就說QQ 謝謝你的回信 讓我知道原來 看有這麼多人 蔡哥很幽默耶 周明軒也跟著回信 對啊 這封信也寄到我這來 這會變成一個會客室啊 對 這會變成一個大聊天室 太扯了 怎麼會寄給所有人 尤其是有時候 你會受到別人的報價 你知道嗎 這個最感動 我真的有說過 哦 他們就一直輪拍 哦 然後就看著他們報價 我就想說 天啊 你們好貴哦 這個不行啊 我跟你講還有一個 他沒有廣發 但是他那個信就是複製貼上 所以他可能前面有寫 Dear Apple 但是呢 在信旗 其實寫到禮拜 然後就說 所以真的很希望 詩雯可以幫我們分享 對 我可以看到後面 你都會笑出來 因為前面你會以為是for you 就是說我們平常都有關注 你的風趣幽默 多樂觀看吧 對你的提供朋友 前面講的都是我都是我 哦 希望Apple可以出席 就是席 搞錯了 對 他上一個人寄的是Apple 所以我在奉勸各位廠商 如果說大家真的工作 其實真的很忙 我建議你們人民寫最上面 中間不要再提到 中間不要再提 真的這個moment很尷尬 因為我就會知道 你上一個寄給誰 對 而且說他就沒有改 他就說 關於我真的想看你穿 大家分享 如果我沒有分享 我 當作你真的有懂我的sense 因為我還是有穿 我覺得 而且真的有很多 文明寫要信 譬如說他會跟你說什麼 我是某某某活動公司 然後我們有一個活動 很急很急 想要找你們合作 麻煩你回電給我 對 對對對 然後我想說 一你是誰 二什麼活動 什麼活動 我要跟你合作 而且在哪裡 在哪裡 然後時間地點都沒講 那我為什麼要來電話給你 對 就最基本也要先講一下 你是要幹嘛 對 然後時間 因為最有可能就是 我們其實時間根本就不能配 對 那天我已經有工作 對 什麼沒有 就零資訊 可能只有一句話 然後說請回電給 那這種應該就不會打給他了吧 對啊 後來他就會獲得你電話 然後問了一大堆 沒有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過程是經紀人溝通過程中 他問一大堆 經紀人會很樂意的提供他 對 結果最後其實 他們只是想知道你多少錢 他根本不想到其他或者他根本沒有要合作 因為其實大家知道 我們 我真的做了這一行以後 我才知道說 其實我們常常接到工作 本身來尋價的不是客戶本人 對 中間會透過可能廣告公司 然後代理商 對 之類的 或活動公司 公關公司 等等的 有時候他們其實是要提案 對 他們還沒有確定要說 還沒接到 還沒接到這個案 他們其實只是想要先知道你的價格 然後他們可以提案給客戶 然後確認有要合作之後 才會 才把整包包出去 然後繼續再跟你談下面 所以其實我們有時候 很多工作室沒有保證一定是我們 就有可能我們已經說 有啊 我們有興趣可以合作 可是其實最後客戶也沒有受到我們 有一種是亂問的 收過一封信 他就說 你可以請你代言信用卡嗎 問的時候就代言 說代言 因為通常我們是業配 因為代言的情況是 你可能要綁進業 一整年 你的頭像都出現在公車 電視 電影院 然後台北車站地貼 小便斗上面 都是有可能的 這就是全息的代言嘛 然後他就說 好 那你真的要問代言信用卡 然後我們就回信說 那是哪一張信用卡 內容是什麼 我們要評估 因為如果說 他優惠沒有其他張多 我可能也要再想一下 對 然後最後他就 然後我們就回想說 到底會不會代言那張信用卡呢 你叫他回什麼嗎 什麼 他說 那你就查我們發文標記在IG就可以 不是 那是代言 是你叫我發文文 我也超常有收到什麼 可以幫我們代言化妝品嗎 對 什麼化妝品 需要找補代言 對 就是他啊 然後就點進去 然後沒有就是 非常不會 對 有一句不能適用 不能適用 真的很誇張 不能適用 我們不能接 天啊 我跟妳講 我們真的是 大家亮個天地良心哦 我真的所有業配東西 我絕對要適用 而且不想適用 我們就會說 好 其實我們用 因為我們算是 深農式長白草 我們真的長白草 就是如果那個新品 不論是炒飯 或者是新的面膜 我們一定要用過或吃過 對啊 不可能說你今天寄來 好 麵包 不行 而且我真的會有那個 現在已經真的很少 可是以前 就是我剛開始做的時候 真的有非常多客戶 可能我寄給妳 就是要幫我推薦啊 不行啊 如果不好用 我不能推薦啊 怎麼可以規定我一定要推薦 然後我們就說 那可不可以先試用 試用以後 我們再決定要不要推薦 他說 噢不行 我們沒有提供試用 沒有 那我就覺得 妳不要寄贈品 妳可以寄贈品 你可以寄試用包 假設妳今天強調的是 不然七天到晚半 會28天變肥 那我就可以用用看28天 是不是真的會有效 對 那我要知道它有沒有用 因為我不能這樣亂講 因為再怎麼樣 其實妳講出去 已經砸了我們自己招牌 我真的像我現在接的案子 可能有一半是我試用完以後 真的不行的 然後我們就會很坦白告訴對方說 噢我用了以後沒有變白 或是我用了一個長痘痘 我用了以後不適合 適合我的肌膚 對耶 因為每個人膚質不一樣 對 我們大家都知道我們是什麼膚質 那妳講的東西 就是適合這款膚質的人嘛 對啊 所以妳看用了一個東西 我會長痘痘 我敢推嗎 我就不行啊 除非它的產品本來是長痘痘 哦 那妳可以可以 因為它很有效 三天長痘 三天長痘 哈哈哈 我還有說過一種是有點 假裝讓妳試用可是瞎凹的那種 真的假的 就是它說 那我們先寄我們的產品 如果你喜歡再合作 通常是這樣是正確的嘛 對正確 然後它就寄來了 然後我就用完了 然後它就說 噢那如果妳很喜歡的話 妳現在就可以幫我們發文了 然後我們就說 嗯那我們是要繼續討論合作嗎 然後它就貼了大概二十幾場活動資訊 說我們幾位就在新冠商業 幾位就要再送口 幾位就要恨成百貨 那這是我們的活動資訊 我說 這我的 因為我們很常說要寫公關品 我們現在習慣性就是說 公關品寄來 那就是真的喜歡再推薦 然後因為每天數量蠻多的 所以就也不是每一樣東西 真的有機會可以試用那麼久 然後但是我通常 如果用到我很喜歡的 我一定會推薦 對 可是就是會有功嗎 一直追著妳說 喜歡嗎 用得怎麼樣 那可以發文了嗎 妳可以幫我們推薦嗎 妳可以在十月底前幫我們推薦嗎 妳可以在十月底的幾點前嗎 然後我就覺得 我沒有要妳寄 就是妳的 對對對 妳就聽得出來 他們是要結案 他們可能會去跟品牌說 我們要了哪些人喔 對 可是我就覺得 其實我當初沒有這種結案 你自己寄來 我就會覺得壓力很大 因為我也沒有覺得不好用 可是問題是妳要急著我 可能最近要趕快錄出 我覺得很困難 因為我們已經有很多其他工作 已經排好了 我不是說要PO就可以馬上 因為我們都是很喜歡分享的人 所以如果真的好用喜歡 我是都很樂於分享 可是妳就不要逼我 對 逼我是一件 我就會很緊張 我就會覺得最辛苦 我現在沒有空 而且我又有強迫症 我希望拍得漂亮一點 就是不能這樣隨便掃過去就PO 對啊 那會不會有很多 其實很久沒年就有同學 欸我再要講這個 我就要趕快錄了 我覺得就是到我網紅之後 最頭痛的就是很久沒聯絡的同學 然後朋友的朋友 對 然後我甚至還有遇過他說 你是新型的 你可以先處理我的身體嗎 那老闆我是蘆洲區 哈哈哈 我想說 你是誰啊 對 我很多那種很久沒有聯絡的朋友 或是同學 然後就會說 我們公司想要跟你合作 然後我就說 那就是麻煩你記性 什麼什麼 他就說 蛤 我想說 是認識的人 可以算我便宜一點嗎 我覺得尤其是完全不認識 他就會先寫信來說 我是你什麼什麼的學長 什麼什麼補習班同班過的人 說七百個補習班 對 對 然後我就想說 我真的不認識 然後就說 看你現在發展得不錯 那可不可以我們就寄個東西 給你幫我分享 然後我就想說 你的發展可能會因為這樣不好 哈哈哈 因為其實說實在 我們現在就是在做這份工作 那這份工作本來就有一點美感 但今天我們也不是說要拋空廠商 而是我們會覺得說 其實有些東西我覺得是 職業的基本功課 我覺得是希望雙方可以合作得更愉快 對 就是他們如果改善 我們也可以再改善 其實大家可以更快的知道合作的默契在哪邊 對呀 因為像比如說我們前面講的 可能一些記性的倫理邏輯 什麼這些 其實這個不光是我們這一行 每一行都應該要注意的事 對 而且其實像我們比如說可能常常收到很多同學 想要專訪 因為我收到超多什麼學生說 我是什麼什麼學校的學生 我們有一堂課要專訪網紅 請問你可以接受我的專訪嗎 我通常都不會回走心 我只能跟同學們說很抱歉 為什麼 這邊有個記者 今天終於就是請他來解答 就基本上 你以前當記者 你要訪問 蔡依林 你也要記訪綱 你要告訴他說 我是誰誰誰 我是哪個媒體的記者 然後 我想要專訪你 我的訪綱是什麼 然後我想要調的內容是什麼 對 然後這邊報導出去之後 可以再來什麼 可以達到什麼樣的效益 為什麼覺得這個主題很適合專訪你 就是這個是本來就一定要寫清楚 就像今天是因為我們是收到邀請的人 你要在一封信裡面 讓我們能夠快速的決定說 我到底有沒有興趣 想不想跟你合作 那今天相反的 就是如果今天好 我今天想要跟某個大品牌提案 我想要跟某間公司合作 但我也要提案啊 所以我也要寫超清楚說 我是到處都是瘋女人的誰 然後我的頻道 附連結給她 我們可以做什麼 對 然後我的IG 我可以幫你做什麼 我對你們家什麼產品 很有興趣 我覺得我可以怎麼合作 怎麼可以要寫的 清楚楚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互相 對 因為我也有接受過同學的專訪 他是碩士論文 所以他寫得超級清楚說 他論文主題是什麼 他想要探討內容是什麼 然後他邀了哪些網紅 接受他的訪問 我的訪問的篇譜大概是哪些 然後他想要做什麼樣的研究 然後這個論文之後 會在哪裡發表 寫得超級無敵清楚 然後我就跟他約出一顆咖啡 這樣很完整耶 很完整耶 你看我一封信 我就可以決定 我要不要跟他見面 可是有人擠封我聯絡 不行啦 我真的這個很重要 真的不行啊 我就想說 再說 好啦今天真的就是 跟關守維來聊一下 我們最近就是當了全職 全職KOL KOL之後呢 我們就是共同遇到一些 有趣的經驗跟大家分享 沒有要任何攻擊和客戶的場商 沒有沒有 大家還是盡量寄進來 謝謝廠商 謝謝客戶 愛你們 我們還是會合體的 哈哈哈哈 那你們只要預算準備 哈哈哈哈 預算不要亂講 不要亂講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訂閱我 和客戶商人的頻道 下次見 拜拜 拜拜